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完就结束了 好 重点呢 有四大承诺 在电台生 在NCC里面 整个交易案的过程当中有四大承诺 最重要的是 一定是到现在为止 现在为止 到今天9月1号 我们员工将不及250个人 一家电视台不到250个人 各位想想看要如何引运 这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们250个人不是记者 还包含了编辑台里面的编辑 包含导播 包含所有的工作人员 只有250个人 我不知道这家电台要如何 如何的来过正常运运 工会取得罢工之后呢 一电视的资方 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调离线 虽然现在调回来了 第二个重要的动作 是把工程部整个转移到连代去 各位想想看 哪一家报纸没有印刷厂 哪一家广播电台没有发射站 一电视没有工程部 那我们所有的视讯 我们所有对外发送的东西 是不是全部掌握在年代的手上 今天年代叫我们关门 年代叫我们关台 我们就关台 在一电视还有尊严吗 今天如果苹果日报 自由时报 中国时报 或者是联合报 没有印刷厂 苹果日报报纸交给中国时报印刷 中国时报今天不光是苹果日报印刷了 那苹果日报不用出刊了吗 是这样子的吗 有这么荒谬的事情吗 他为了打压工会 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第二个很重要的 什么叫做人员补食计划 一电视 卖年年代之后 我们人员应该要保持在350个人 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过 当我们人员低到200多人的时候 年代做了一个很屌的补食计划 把年代的30几个业务 转到一电视来 说这叫人员补食计划 没有一个记者 没有一个工程人员 没有一个能够直播电视的人员 这叫做补食计划 NCC有没有听到 第三个 编采分离 什么叫编采分离 各台都要各台自主的权利 我们现在一电视这个年代 完全合在一起 各位手上拿到的光碟片 回去看一看 什么叫做编采分离 如果他有做到 我头剁下来 放在这边给各位做 离辅到了极点 全世界大概只有1.4个年代也可以干出这种事情 设计事务 到底我们做出规范 去年的时候 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就跟NCC已经做好决议 一定要有设计事务的规范 所谓设计事务的规范 最重要就是新闻自主公约 平面的编辑台自主公约 这个东西到现代会 他就是不愿意谈 有什么好不愿意谈的 你是摆明了要做坏事 你不敢谈吗 今天新闻 是为人民的第四权而发生的 连这样公正公益的条约 你都不敢签 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实在不了解 一电视的资方在怕什么 今天会来到这个位置 实在是当记者的悲哀 实在是当记者的悲哀 各位看看 今天我们才来了多少人 各位知道 今天敢来这里的人 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我们在来之前 一电视的资方 不断的告诉一电视的同仁 你们再闹下去 公司解散 大家没饭吃 你只要敢上街抗争 我就在你头上贴标签 这不是恐吓是什么 这是黑金恐吓吗 这是不是太离谱了 我们生活到底在什么时代 还要受这样的恐吓 这样的恐惧 我们有没有宪法 如果宪法都没有办法保障媒体记者的话 媒体记者怎么敢为平民百姓发声 你们还会相信媒体记者 所报道出来的内容 真的是正义的吗 今天我们很遗憾来到这边 我们希望 在这么漂亮大楼里面 办公的NCC委员 可以走到凡间来 看一看各位媒体现在生存的环境 大家都是媒体记者 每一年我们都有同业过劳死 每一年我们都有同业 因为因此而中风 瘫痪 层出不穷 为什么没有人敢发声 因为大家都有祈祥 你们有祈祥 我也有 站在我后面的人通通都有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 因为我们受不了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 取得罢空权是多么困难的机会 我们竟然能在半年之内就拿到罢空权了 这在媒体 在全世界媒体都是破天荒 笑死人了 台湾酣称说是媒体自由 真的自由吗 真正的自由吗 各位想一想 你们写出来的稿 是真正的自由吗 你们的老板有没有伸出手来 在你们的稿子里面上下起手 你稿子送到报 所以跟登出来的内容 有没有不一样 你跟长官报的稿 采访回来之后 长官有没有要求 你在编辑采访的过程当中 偏离你原来的主题呢 如果有 如果有 NCC你在干什么 当初国家赋予NCC这么大的权利 行政院都管不了他 他自己呢 在干什么 今天 我们来向NCC控诉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内 他如果再没有给我们答案 再没有给我们答案 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我们绝对不是像今天这样 温和的递交 抗议书而已 我们号召更多人来这边 让大家重视台湾媒体这么烂 就是NCC搞的 你只会管有没有 有没有漏股 你只会管有没有尸体要打马赛克 真正的问题 在媒体的报导里面 意识形态 真正的问题 在媒体报导里面 有没有偏颇 你有没有看到 新闻不是 只要看不到奶 新闻不是 只要看不到尸体 就是没有问题了 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NCC 醒过来吧 你住在这么漂亮的大楼里面 你们拥有这么高的学士 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为什么不好好看一看媒体 让媒体的素质真正的提升 最后我要讲 媒体 我们媒体常常被阅听人骂 是笨蛋 是白痴 是智障 我告诉各位阅听众 我们背这个屎盆子 我们背这个大便 够久了 我们不是笨蛋 我们是被逼的 有多少人 已经离开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业痛心了 你要留下媒体的精英分子 就要改变现代媒体的现况 改变媒体的现况 拜托 从年代跟伊甸市开始 谢谢各位 联台瓶跳练 联台瓶跳练